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要围着孩子转呗 刘亦菲 佟大为 林更新 万倩等主演的电视剧 玫瑰的故事 新的剧情中可以说非常的精彩 当然也非常的虐心 黄一梅和方协文结婚了 本以为婚后很幸福 可结果结婚不仅成为了爱情的坟墓 更是成为了黄一梅痛苦的开始 黄一梅和方协文结婚之后 不久就怀孕了 有了女儿方太初 只是在怀孕的时候 方协文的真面目就彻底曝光了 因为见过了庄国栋的她有了假想敌 一心想要超越庄国栋 而她又害怕黄一梅和庄国栋跑了 居然想尽办法对付黄一梅 没错 就是对付 在黄一梅有一次不小心晕倒之后 她以黄一梅是子贤为友 让黄一梅失去了工作 之后又让自己的母亲 监视黄一梅的一举一动 限制人身自由 甚至买一束花都要说三到四的 当初黄一梅有份参股她的公司 结果这位还想着把黄一梅在公司的股份全部买断 对于当初用整个公司和身家向黄一梅求婚的事情是忘到脑后了 这也就罢了 她不让黄一梅打扮自己 不让她买花 不让她做美甲 又不让她找工作 除了家用之外的钱是一分不给 还想要用黄一梅的积蓄用来给自己买房子付首付 不仅如此 买房子这件事上 故意提及鸽子龙 给黄一梅难堪 不仅如此 甚至后面黄一梅生孩子 她也因为她的母亲 一句愚昧地会影响孩子 她居然就真的不让黄一梅打无痛 她是硕士毕业 如此简单的事情 她难道不知道 后面生了孩子之后 更是利用孩子 让黄一梅无法出去上班 即便是后面黄一梅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 这位也想尽办法 退了入职通知 这才逼得黄一梅忍无可忍 直接提出和她离婚 方邪文不信任 也不尊重黄一梅 甚至可以说是苛代黄一梅 黄一梅和她离婚很正常 而事实上 原著中 黄一梅和方邪文离婚之后 带着孩子回了家 当然原著中和剧版不少地名都改了 可是最后 黄一梅却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 这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无奈 因为黄一梅此时 被方邪文伤害之后 回到了北京 和方邪文分开之后的她 爱上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傅家明 而傅家明的弟弟傅家明 也就是黄振华的手下 他其实也有一些喜欢黄一梅 只是黄一梅爱上的是哥哥傅家明 傅家明不顾弟弟的心意 冒着兄弟反目的风险 坚持要和黄一梅在一起 因为此时的她 只能活三个月了 两人相爱在一起 黄一梅爱她 如同当初和庄国栋 一般炽热 这是方邪文这辈子都给不了黄一梅的 而黄一梅得知 心爱之人 只能活三个月的真相后 为了毫无顾忌和傅家明在一起 加上方邪文用黄一梅 没有稳定的收入 没有工作为由 争取抚养权 最终不得不放弃了 女儿方太初的抚养权 黄一梅放弃了 女儿的抚养权 方邪文才愿意和她签字离婚 否则黄一梅 根本不可能和傅家明在一起 只能说方邪文真的够无耻的 但是更恶心的事情还在后面 方邪文得到了方太初的抚养权之后 教导自己的女儿 说她的母亲黄一梅 贤贫爱富 嫌弃她穷才抛弃她 并且把黄一梅寄给自己女儿的礼物 全部退了 可事实上截然相反 而方太初恨了黄一梅十几年 并非只是因为方邪文的教育 另外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黄一梅的确是为了傅家明 放弃方太初的抚养权 那个时候的方太初八岁 已经有记忆了 在她的印象中 就是母亲抛弃了自己 但是这并不能怪黄一梅 是方邪文太过无耻 一直想要控制黄一梅 占有她的身体和青春 黄一梅不想要为了自己的女儿 一辈子被控制被折磨 她想要做回当初的那个黄一梅 她在精神上是独立的 在金钱物质上 她可以轻松地 赚到方邪文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她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 而不是被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 终身不得自由 好在黄一梅和方太初之间的仇恨 在多年之后 她的女婿周唐华带着方太初去她的面前 终于化解了 傅家民把一切真相告诉给了方太初 她这才明白自己 这十几二十几年来都恨错了自己的母亲 而在不久之后 方邪文暴毙 黄一梅和方太初母女和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新的剧情中看的不少观众 废都欺诈了 黄一梅下架给了方邪文 本以为她可以幸福 她放弃了前来抢亲的庄国栋 没想到却入了狼窝 方邪文的一切 从见到庄国栋开始 或者说 在此之前 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是见到了庄国栋之后 被引发出了内心的恶霸 她变得翻天覆地 把黄一梅虐得死去活来的 自从见到庄国栋之后 她就有了假想敌 一心想要击败庄国栋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爱情上 之前的时候 苏苏和她说了 黄一梅选择了她 她就没有任何敌人 可惜她却把自己 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她对黄一梅不再是爱 而是控制 占有 甚至于对黄一梅 都变得无比的凶狠 明知道黄一梅 不愿意她的母亲照顾 她偏偏让自己的母亲 来介入自己和黄一梅的生活 她为了控制黄一梅 帮她辞掉了她喜欢的工作 不仅如此 更是让黄一梅困在家里面 让她的母亲监视黄一梅 买一束花都能够一身一鬼的 买房子的事情上 硬是要拿庄国栋的鸽子龙 来对比 类似的事情很多 黄一梅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一向要强的她 见到自己父母的时候 泪流满面 从后面的剧情来看 方邪文不止一次搅黄了黄一梅喜欢的工作 最终黄一梅选择和她离婚 相比起黄一梅 其实苏更生的感情也是十分的曲折 她和黄一梅一样 就像是要完成蜕变一样 必须经历无尽的痛苦 才能够实现蜕变 她和黄振华在一起到目前为止 吵架已经有不少次了 前面因为买房子的事情 黄振华和她吵了一架 而后面黄振华就偶遇了白小鹤 教她钓鱼 教她针鱼 甚至知道了白小鹤想要借种生子 她不拒绝也没同意 后来和苏苏和好之后 也没敢提这件事 心中还是有想法的 但是黄一梅逼迫之下 她还是选择了说清楚真相 但是很快 她和苏苏又吵架了 苏苏委托 她帮自己的新房子装修 她是相关专业毕业的 加上她所在单位的领导被双规了 她的工作也就暂停 时间充裕 加上两人关系 自然没问题 而苏苏特地和她说不需要浴缸 只是她没说 自己16岁的时候 被继父在浴缸中强奸了 而黄振华自作主张地安装了浴缸 被她拆卸掉 于是她就开始生气了 双方闹掰 只是这一次黄振华却并没有再度见到白小和 而是被白小和的父亲给找了去 白小和的父亲白尔茹找到了黄振华 让他帮自己的一个项目把把关 黄振华答应了 而之后不久 他又告诉黄振华自己的项目需要工对工 要么自己注册一个公司 让韩振华去做管理人 帮他做项目 要么就是黄振华自己注册一个公司 来帮他做这个项目 当然不管是哪一种 黄振华都需要辞职 甚至他还有意提出黄振华的领导 被双规的事情 白小和的父亲这么做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信任黄振华 要知道以他的级别 随便一个项目几千万几亿都正常 他这么放心黄振华 答案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女儿白小和 白小和之前拒绝了黄振华 如今又对黄振华有了兴趣 想要借种生子 黄振华即便是和苏苏结婚 也不会有孩子 黄振华对此其实是十分心动的 所以最终黄振华还是和白小和发生了关系 他想要二者皆得 既想要孩子又想要得到苏苏 而事实上其实直到和白小和发生关系 他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白小和的父亲的局 他才是最狠的一个 他的领导被双规 就是他出手算计黄振华的最好时机 黄振华忍不住诱惑 辞职帮白小和的父亲做事 从此就被拿捏了 而黄振华也因此不得不在将来被拿捏 白小和有了孩子 自然需要黄振华这个孩子的父亲 就在黄振华准备和苏苏结婚的时候 白小和的父亲出手了 黄振华事业被拿捏 感情上有愧苏苏 他和苏苏自然不可能在一起了 只能说黄振华是真的没想到 白小和的父亲才是最狠的一个 算计了他 还毁了苏苏和他的婚姻 这两人最后的结局 也是令人唏嘘不已